林丹接班人vs李中伟接班人是一种什么体验 林丹李中伟是与他两大传奇 所以球迷在怀恋他们的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后继友人 李中伟的接班人当之无愧是现役李子佳 而林丹接班人就是今年打得非常出色的温红阳 在2022年的亚浅赛亚舞台上 两人半球赛就提前遭遇 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场精彩对决吧 第一剧比较上来 李子佳就展示了自己的进攻能力 又是一个披杀 林丹接班人也来扣一拍 这就被李子佳神奇的挡了回来 哎呦 孟范阳面对这样的高手 现在还是有点紧张的 连续的往前 底线球要么就是出界 要么就是被杀穿 全部都是在十五 其实这一场比赛之前 温红阳还击败了蜻蜓这样的选手 所以实际上确实是有一定水平的 李子佳扣得真是太轻松了 实际的开局这比赛有点配不上啊 林临接班人大赛啊 哎呦 哎呦 投机后杂 哇 看看李子佳这种扣杀 真的可能不需悼念的李仲伟了 哎呦 也是慢热型的选手啊 这些机场比赛看他基本都是 都慢三局 这样被扣杀 估计要是林丹看了都会流泪吧 公园的得分基本上靠的 都是李子佳这种主动失误 只要李子佳不失误就是一盘沙窜 太强了 没有沙窜啊 好吧 跑球 都控手往前啊 赶紧打往前 最后温虹杨又是一个失误 早早输掉第一局 不过第二局比赛人员打的还是非常激烈的 翁徽阳也是终于展示了自己的进攻天赋 又是投顶区的一个批杀 这几个球终于是打出了自己的风范了 好球 漂亮 梁儿呢真的是在进攻表演打得都非常出色 漂亮 南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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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子佳这球失误之后 梁儿呢又是打拼了比分 随后双方会有得分 李拉伯我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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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啊 啊 啊 应该比对方准备的更充分 是是 但这几次的对抗中呢都是被这个 好推的时间推的 好球 好球 放起来 放起来 啊 关键时刻还是李子佳的进攻更加出色 这种跳杀就有点像当年的第一中回的 漂亮 哇 李子佳继续杀真的打得太轻松了 哦 成功的收获 漂亮 哇 最后李子佳还是一个强王得手 成功拿下比赛 关键球 还是太嫩了 如今的李仲伟的接棒呢 已经逐渐扛起了大旗 而林丹接棒呢 却如同昙花一现 接棒林丹自然不可能 但是能够看到林丹影子 我相信球迷就已经止足了 是 成功的人